像有些產品它可能會做成一些凝露啊 或者說凝膠狀的劑形 一旦角質成瘦損 它就沒辦法提供皮膚很好的這種保護力 乾洗手的使用 其實它的目的主要是用來降低我們手部 可能會有的一些微生物的附著啦 像是一些細菌啊病毒或者是一些黴菌等等 其實它並不是說使用越多越好 我們的乾洗手它主要的一些抗菌的成分 大部分都是一些主要是以酒精為主 那有時候是會有一些冰醇或是異冰醇 某一些可能會含一些類似像三綠砂等等的一些成分 這一些的抗菌或是說有辦法消毒的這些化學物質 它事實上對人體的皮膚都有一定的刺激性 所以說我會建議民眾在使用的時候 以必要的時候才去使用乾洗手這樣子的一個消毒的產品 噴霧狀的產品它大概就是可以 使用上算是相當方便啦 是說有些患者它可能每次噴的量不一致 或者說你在搓揉的過程中它就整個就回發掉了 以至於有些位置你可能沒有辦法確定說 是不是有完整的被消毒到 像有些產品它可能會做成一些凝露啊 或者說凝膠狀的劑型 那這樣子的劑型它可能添加一些小量的保濕劑 然後增稠劑等高分子膠 那你在使用的時候呢 你可以比較明顯的感覺到說 哪些位置你有塗抹到 哪些位置可能是沒有塗抹到 那因為它可能有添加一部分的保濕的成分 所以說它相較於其他的這種噴霧狀的容易的這種產品 可能對於皮膚敏感或是容易乾燥的人 它多了多一點的保護 那有一些這個乾洗手的產品它會做成乳液狀 就又添加了更多的這些保濕成分 它可能不只含有水性的保濕劑 像是甘油啊乳酸尿素等等的保濕劑 除了這些以外它又多了一些比較油性的保濕劑 像是角吸煞啊蠟脂啊甚至神經吸氨等等 我們在使用這些類似像乳液狀的這些乾洗手的時候呢 它的滋潤度可能又比明膠劑型的這些滋潤度 來了更高一些 所以它對於敏感性膚質或是很需要很長時間 或是很平凡的去使用乾洗手產品的族群患者來說 或許這樣子的乳液型的這種乾洗手 你可能可以考慮 因為它除了可以消毒以外 它對於皮膚來講有比較好的滋潤的效果 這個很多的乾洗手最主要的消毒成分就是酒精 也就是乙醇 那我們知道酒精是一種有機溶劑 那這些化學成分它有可能會引起一些蛋白質的一些變性 或者說皮膚裡面的一些本來就有很好的保濕作用的油脂的成分 也一併的溶解掉或者說就是揮發掉 一旦角質層受損它就沒辦法提供皮膚很好的這種保護力 那環境中的過敏人 就很有可能會長驅植入到皮膚的表皮層 甚至到真皮層去 那這樣子會產生什麼樣子的現象呢 第一個可能患者他的手部會開始會有一些發癢的感覺 會有一些小水泡 或者說會起很多的紅疹 這樣通常都是在手的急性過敏期會出現的一些現象 我們叫急性濕疹或是急性皮膚炎的時候 有些時候患者會出現很多類似像小水泡啊 看起來就會類似像汗泡疹 那如果這樣子的情形持續很長的時間 好幾個禮拜 它可能會進入到慢性期 那這個時候的現象可能你會出現 會是皮膚的彈性下降了 很容易會裂開 然後皮膚可能某些位置它會變厚 因為可能某些位置太癢了 你反覆騷抓 它就會讓皮膚出現彈顯化 也是皮膚變得跟正常的皮膚比較起來 變得非常的厚 然後失去彈性之後 皮膚就有可能比較容易斷裂 裂開 然後出現傷口 你可能還會合併其他細菌的感染 甚至嚴重一點 可能還會合併一些蜂魔組織炎的風險 然後出現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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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味性皮膚炎 它的主要的其中一個致病的原因就是 皮膚的天然保濕因子的製造 它是不足的 它的功能跟一般人比較起來是比較低的 那如果說我們又一直使用有機溶劑來做消毒的時候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會更嚴重 產生手部的一些發炎 過敏失診的這個狀況 會比一般的族群來更厲害一些 那再來就是說 如果是像有些患者 它可能是有手腳長的乾癩 因為它的角質層排泄特別的快 那皮膚相對可能也有一定的發炎反應 那如果在這個狀況下 你又很常去使用這些 含有一部分刺激性物質來做消毒的時候 這樣子的病況可能會因此而更加重 對於過敏性體質 異位性皮膚炎患者 或是手腳長乾癩慢性濕疹的患者 可能這樣子的一個使用就要比較斟酌一些 其實我們的手部的這些微生物 在你使用這些消毒液或者說乾洗手的時候 事實上如果你有確實做到正確的使用方式的時候 事實上手部的微生物的含量 理論上應該就已經趨近於零了啦 這個時候你在使用這些保護皮膚的一些保濕劑 保濕產品的時候 理論上不會去影響到它抗菌的能力 除非說你的保濕劑裡面含有這些病毒 含有這些細菌 比如說有些會添加很多像是玻尿酸啦 然後餅二醇啦 或是有的還會添加一些像神經吸胺啊 甘油尿素乳酸等等 還有剛剛您提到的乳灰啊 除了提供消毒的作用之外 又額外添加了一些保濕的效果 那另外可能會有一些抗發炎的效果 比如說有些產品它可能會添加一些類似像 尿囊素啊 墨藥醇啊 或者是 維他命B群啊 B5啊等等 然後這些它有額外的這個保護皮膚 或是說降低發炎的作用 我想這些添加的成分是有這樣子的好處的 但前提是你對這些成分是沒有過敏的 我會比較建議說 可能就是在比較必要的時候 才去執行洗手 或者是使用一些消毒劑乾洗手的產品 那不需要反覆一直洗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可能會導致我們的皮膚越來越敏感 然後越洗越脆弱 必要的時候 比如說您在吃東西之前 或者說在摸我們的黏膜的地方 例如眼口鼻之前 這個時候才需要去做消毒跟洗手的動作 再來就是說在消毒洗手完之後呢 建議可以大家可以擦一些保濕劑啊 護手霜的產品 來平衡我們角質層裡面的保濕因子 以免在這些過度清潔狀況之下 導致很多的水分油脂的流失 在這裡 在這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